拒絕核食 政府不把關 人民自己來 國民黨二十二縣市 議會大串聯 推動修法 阻止核食進入校園 台北市長柯文哲 則喊話中央建議訂出明確指引 不止輔導民眾對日本政府檢驗 沒信心 專家也憂心 臺灣政府根本無法對私的殘留 量做全面檢驗 甚至服食致癌 危害比抽菸都還嚴重 服食解禁 國人嘩然 日本記者也不以為然 甚至在立院為此公開道歉 民進黨都是一堆沒心沒肝的人 他們只想著自己的政治利益 他們把臺灣人的生命去交換 民進黨的政治利益 這是民進黨最可怕的事情 當日本民眾自己都在恐懼的時候 你覺得臺灣真的要開放這種東西嗎 服食還沒進口 國內就得先做好準備 要每年得驗七萬件核食的量能 但這量能到底是真是假 還不知道 恐怕服食還沒進來 日本食物對臺灣的吸引力 會先減少 解綜合報導